华语大制度论都说 性为道源功德母 现实 无上福道的根源 是所有一切功德之母 那什么意思 能生一切功德 一切功德都是从信心生的 人要没有信心了 功德就没有了 我们今天对自己不相信 释迦牟尼佛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我们相不相信 我的罪业深重 我怎么敢当 很客气很谦虚 过分了 你真的是的 怎么不敢当 你看看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你本来臣服 这大臣经上讲多少次 放下妄 分别 你就是菩萨 放下执着 你就是罗安 放下起心动念 你就是佛陀 我们怎么不是佛 真是佛 不过什么 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佛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现成的佛 这是佛法的核心 这是佛法的精髓 我们放下 我们放不下 为什么放不下 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久了 无量界到今天都在迷惑点头 问题在此间 不是佛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 这就是真相 诸法实相 佛真的了 怎么真的了 他放下了 我们没放下 他把这个四十真相 告诉我们 希望我们也放下 跟他一样 阿弥陀佛自卑 知道我们这些人放不下 特别建立西方极乐世界 迎接我们到那里去 大家在一起共修 一中靠中 阿弥陀佛领导我们放下 不是别的 我们在此地真能放下 何必到极乐世界 这个地方放不下了 所以我们才要到极乐世界 去换一个环境 因为那个环境 人人都放下了 在那里不放下 不好意思 阿弥陀佛率先 带头 四十八月 远远都是为众生发的 不是为自己 他没有自己 他摩之法之全破了 他发愿干什么 为病伐结束空间 一切苦难众生 就是迷惑颠倒 坚固之处 坚固之处 死不肯放下的 为这些众生而发的 为这些众生 建立极乐世界 帮助我们成就点 所以心肠地住 都市知道啊 他没有念头 四十八月 运引运 都是为了 多众生 那我们要能 体会得到 谢谢大家